大家好,我是每年物业九龙站的小红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拥有新亿基建配套 位于西九龙王金圈的玉庆国风 在介绍大卫之前 想跟你们分享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 请小心留意我张播放的影片 那盏水晶灯是否跟刚刚大堂那个很像 还有场上面的滑像是 清兵上河图哦 还记得很像是玉庆国风的会所 你们再看着一点 想到是哪里吗 那我告诉你 刚才是这里的业主在菲律宾建的皇宫的客厅哦 大家就看看我身后的场景 我不是在拍戏哦 想告诉你们 这里的主人是在太喜爱玉庆国风 他把这里的欧陆设计用料 包括水晶灯全部都在哪边打造了一个皇宫 哇香港这个会所差不多一一建筑 那在哪里不知道要多少钱哦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大卫装修 这里是玉庆国风一个两房大卫 使用面积是406厨 厨房里面还有一个小晒台 这幅壁画就是可停的位置 那我们看看景观 这里向东看着游泳池和贡情式的四季云林 雨室还是保留欧陆式的风格 反正跟客厅同一个景观是游泳池 这幅画很漂亮啊 其实就是业主在菲律宾埋的岛屿 把所有玉庆国风的设计 奔去白下探啊 不要误会 我不是介绍旅游 我还在主人房里面 你不相信 这幅画是一面长臂哦 给你们看看 说个秘密给你们听 因为这个房东买了两站下铃的单位 如果不是一门回去他的皇宫 他觉得不会放售其中意见哦 讲到这里 我想带你去看看附近的环境 跟着我吧 大台门口有专身来往九龙站 还有中港会商场有超市餐厅等等 附近有小巴跟自行车站 来往中港的巴蛇总站 高铁站三盖园林也是重步共远 在我身后就是九龙站上盖的物业 有凯旋门 金陵天下 天喜 热热居 和亭天半岛 看看这里是不是很美 让我们再看看广山港 高铁中站附近 前面就是客室店站 天桥关东客室店站 九龙站 高铁站 和机铁站 还有100万尺的原方商场 交通口味 集通香港 连接中国 景气世界 你当然不可以不知道呢 希望你们喜欢我小红今天的介绍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